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 我们的公共服务局 刚刚宣布一个数据 也就是 马来西亚的华人公务员 还没有包括军警 华人只占了6.9% 你要看清楚 这个数据6.9% 是还没有包括军警 如果包括军警下去的话 华人的数字会比6.9%还要低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军警几乎轻易设都是土著 完全没有华人 而且军警的人数是非常的庞大 这个加下去的话 华人的公务员 我看可能2%都不到 OK 这个课题一路来都很多人在讲 今天我就统一的来整理一下 这个课题就是 为什么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不喜欢做公务员 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公务员 都集中在什么部门 我们华人的公务员 其实大量集中在两个部门 一个就是卫生部 一个就是教育部 我先说卫生部 我也曾经做过卫生部的公务员 我做过三年 因为呢 马来西亚是这样 你如果是你要做医生还是做药剂师 当你从大学毕业出来过后 你会有一个强制性的政府服务 你强制要在政府医院里面服务多少年 医生 医医 药剂师 这些全部都有 然后你要强制服务了多少年过后 然后之后你才自由去死人 OK 很多医生 但药剂师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华人 我讲的是华人 他们到最后 他们选择是寄来职责安职 就是在政府里面做久做惯了 然后虽然时间到了可以走 可是也是做惯了咯 就不想走了咯 就继续留下去咯 然后就在政府里面继续留下去 就是继续做一个公务员 然后直到退休为止 这种人是很多的 尤其是女性啦 尤其是女性啦 因为坦白说 会留在政府里面的医生 牙医跟药剂师 女性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呢 首先女性通常是不需要 肩负这个养家的责任 所以他们的赚钱多还是少 并不是很重要 他们赚的钱很多只是自己的零用钱 所以不需要赚很多钱来养家 所以公务员的薪水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够了 然后而且做公务员可以拿产架拿到爽爽 你如果是自己出来开诊所的话 产架是没有这回事 没有产架这回事 所以你如果是做公务员 你的产架可以拿到爽爽 而且你退休了过后还有退休金 而且你还有每年可以有很多假期 你如果是出来自己开什么鬼都没有 OK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也是有蛮多华人 到最后也是选择留在这个卫生部 OK 我现在讲完卫生部 我就讲教育部 教育部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起码全马来西亚的华小的老师都是公务员 绝大多数都是华人 因为教华小的必须是华人的老师 所以华人就作为华小老师 贡献了这一点点的数字 不然的话这个数字会更小 当然也是有一部分的华人选择在中学国中当老师 也是有也是不少啦 可是如果是跟马来西亚的中学老师相比的话 优势很小数吧 OK 所以我们华人的公务员就是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卫生部 跟着教育部 这两个部门以外的真的是很少很少 尤其是军警完全没有 OK 说到为什么我们华人不喜欢做公务员 很多人会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就是说 哎呀 这个是马来西亚政府 他们不会考虑intake 不会考虑入用华人的啦 其实 这个想法 我不能说完全正确 也不能说完全错误 要讲讲呢 这个想法太过主观了 太过片面了 OK 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啊 事实上啊 华人申请做公务员的的确是很少 如果 华人申请做公务员的已经是很少了过后啊 我们又怎么样去抱怨人家不要入用华人呢 你明白我意思吗 啊 我们先不管 啊 有足政府 有没有录取华人 这一个事情 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我们自己先检讨一下 为什么华人 不要去申请做公务员 啊 这个 华人申请做公务员的数目本来都是很少的 啊 为什么啊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OK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华人呢 不喜欢做公务员的原因 有多少个 OK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呢 绝大多数的华人认为呢 华人 在这个 有足主导的政府里面呢 的公务员体系里面呢 是没有升迁的机会了 没有升迁的机会 就是说 你打一份政府工 你是一个华人 你想在里面啊 可以升职加薪啊 是没有机会的 啊 升职永远轮不到你 永远是给有足的人来升职 啊 嗯 这个说法不完全错误啦 而且很大部分是符合事实啦 可是你要明白一点就是啦 嗯 在公务员体系里面呢 升迁呢 其实有 两种 两种定义 OK 第一种定义就是大家所认为的定义 就是职位上的定义 职位上的定义 就是啊 我是 我是第五把交椅 然后我上次是第四把交椅 在上面是第三把交椅 第二把交椅 第一把交椅啊 这个是职位上的定义啊 职位上的定义啊 职位上的定义 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啊 在上面的交椅啊 多数是有足的人担当啊 然后我们下面啊 我们不同辐射的 的确是比较难上去 OK 这是一个事实 可是呢 我刚才说了 在公务员体系里面啊 你的升值加薪啊 有两个定义 一个就是职位上的定义 还有一个定义呢 是年值 年值 啊 你们时常看到啊 公务员的代号啊 有一个英文字母 后面有一个啊 数字的啊 啊 比如说以前我做政府 牙医的时候 我的代号就是 U41 U就是政府 U就是牙科 41就是我大学毕业出来的 我的等级就是从41开始 然后这个等级呢 会随着你的年值而增加的 OK 像我当我在政府服务第三年的时候 我就申请升过一级 变成 从U41 变成U44 啊 所以我刚才说 升值加薪还有一个定义 就是会随着年值啊 这个数字会增加的 41 变14 44 然后变48 48 然后变54 啊 会这样升的 OK 即使啦 你可能你是一个华人 你没有办法在职位上得到突破 可是 你的年值 会跟着你的服务 啊 跟你服务的时间啊 跟着成长啊 啊 时间到了 你年值会一直滚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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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动的事情啊 啊 所以就看你怎样看待这个升值加薪的定义啊 职位上可能没有你的分啊 不过这个 照年值来慢慢爬还是有的 OK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所以 嗯 我讲回去 他开头就是 华人普遍上认为 华人在这个 政府服务体系里面是没有升迁的机会 升迁机会都让给了有足 就看你怎样看哦 啊 从职位上真的是如此 可是如果是从年值上拿到不会必 OK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呢 啊 华人啊 普遍认为的 这个 公务员的这个工作环境啊 不大理想 啊 为什么 因为都是被有足包围 啊 自己想都知道吗 如果是几个华人去做公务员啊 很可能就是 你就是每天给一大堆有足包围 就你一个华人在里面哦 你会觉得这样的工作环境你会很不喜欢啊 啊 你找不到 可以跟你讲共同语言的 同个肤色的人啊 可能 就没有那个同温层啊 就没有了啊 所以 华人就认为这个工作环境不理想哦 这是 这是个人的观感的问题啦 所以 不过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呢 华人普遍是认为啊 公务员的薪水很低 这也是个事实 在很多国家啦 都 把公务员的定义成 定义成 铁饭碗 是一个打不破的饭碗 而且还是工钱很高的 你们去看一下 新加坡 还有香港 他们公务员的薪水超高 高到离谱的那种啊 所以 为什么来到马来西亚 公务员的薪水反而变低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哦 就是因为呢 我们政府提供太多公务员的工作岗位 尤其是给有助 太多了 既然你要养这么多人的话 你总要找钱吧 你的钱是固定的 国家的税收来来去去就是那些 你又要制造这么多个工作岗位 除到来的时候 当然每个人分到的钱也少了 所以马来西亚公务员的薪水普遍是低的啦 低了 所以 华人不喜欢做公务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公务员的薪水低 但也要看情况啦 你如果是要比较一下一些行业 比如说老师 老师也有分 政府学校的老师 还有私立学校的老师 其实很多政府学校的老师薪水还好过这个私立学校的 这真的是事实 你要看行业 如果你是讲要医生的话就差点咯 医生的话就 当然政府的薪水真的是偏低啦 低很多啦 所以我讲要看行业咯 有些行业是反正政府薪水高 有些行业是私人的高 看行业咯 所以我就综合了这三点 华人普遍上不喜欢做公务员 就是三点 第一就是会认为没有升迁机会 第二就是会认为薪水低 第三就是不喜欢这个工作环境 所以这三个原因都是构成华人本身不喜欢做公务员 至于华人可能会去抱怨讲这政府是种族主义的 种族歧视的 他们不喜欢录取华人公务员 所以我就要换一个角度来给大家想一下 就是华人是自己本身都不是不喜欢去申请公务员的 而不是政府不录取你华人做公务员 两回事啦 OK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OK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